近日,6G技术研发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宣布成立国家6G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总体专家组 标志着中国6G技术研发工作正式启动 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热议 究竟何为6G,中国现在开展6G研究的原因和意义又是什么 有专家表示,当下正是5G的商用时代 6G的研发恰逢其时 现在我们还正在开始,刚刚开始研究6G 预计可能会在10年之后进行商用的一个新一代的网络 随着大家对业务的需求的越来越高 对通信的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和挑战 按照移动通信的发展历史 我们一般是商用一代,研究一代 所以说现在在5G商用的时候 然后我们开始研究6G,正是这个时候 随着中国5G正式商用 5G技术正在广泛赋能各个领域 那么在不久将来的6G时代 我们的生活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畅想的话 最明显的就是咱们这个场景 以后咱们俩就不是这个必须要在物理上站在一起 然后进行这个采访 然后我就是一个被通过全息投影投影出来的 我会在我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的那个数字轮声 它就不光是我们这个场景 而是说把整个这个物理世界都会通过数字化把它呈现出来 6G解决什么问题呢 解决的可能是空天通信 然后呢或者是陆海通信 就是把整个的我们能想到在人或者物 所有能所在的地方全部通信打通 就是突破你的这个场景的想象 目前全球6G技术研究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 业内人士表示 中国6G技术研发方案的制定以及预言工作也会在未来展开 将来6G技术可能会更广泛的和各行各业相结合 并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未来6G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它会对整个社会对我们的生产 然后都会造成都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变化 这个交通啊 还会有这个教育了 还会有医疗了 现在我们在5G当中 然后很多说5G会对这个现在的很多垂直行业 生产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 但到了6G的时候呢 可能会在这基础上我们更加会放大 这个效果大幅度的去降低我们的一些这个 现在的一些能源的消耗了 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些生产上的一个开销 大幅度的提高社会效率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